听讲座闲得无聊 我给网络对象发消息 哥哥 唯我50买草莓 下次怀你脖子上 下一秒 同样的消息出现在大屏幕上 而台上那位一向被誉为高领之花的教授 面色不改 丛容回复 乖 我在工作 晚上再说 我人傻了 你 为了凑学分 室友拉着我四处听讲座 三小时内 五个教授轮番上台演讲 我默默坐在下面 屁股都要妈了 第六个教授上台时 场下忽然开始爆发惊呼 室友也激动不已 月月快看 谢教授 谢教授来了 我抬头看去 是那位学院最年轻的传奇教授 谢景芝 静校没多久就凭借他那张帅的人神共分的脸 和清冷静玉的气质 被广大女学生奉为高领之花 此刻他只是在台上调试换灯片 却依旧出城的不像画 正盯着他修长干净的手流口水 我忽然注意到 他外上还系了一条红绿相间的手绳 跟我前段时间 推荐给网恋对象的转运绳一模一样 色气满满 令人生出许多奇念 我忍不住翻开聊天框 和他的上一条消息 还停留他说要去打工了 那他这会儿应该正在上班 我顿时恶向胆边生 想要捉弄他一番 迅速编辑消息 哥哥 给我五十买草莓 下次怀你脖子上 发送成功的下一鸟 大礼堂忽然哄到一片 气势之大 比刚刚谢景芝上台更甚 室友拼命掐我 天呐 月月你快看 那是谢教授的女朋友吗 啊啊啊 我懵逼的抬头 却看见大屏幕上出现了 和我刚刚发的一模一样的消息 而正在微信中翻找原版 PPT文件的谢景芝锤谋 淡定从容地关掉了聊天框 拿出手机敲了几下 紧接着我就收到了网恋对象的回复 乖 我在工作 晚上再说 我人傻了 二 大礼堂内的哄闹还在继续 你刚刚看见了吗 谢老师给他女朋友的备注是乖乖 感觉好宠 岂止 他女朋友还是他的唯一置顶 别说了求你 没什么比谢老师有女朋友了 更让我心碎 呜呜呜 每天对着这么一张脸 他女朋友过的都是什么好日子啊 室友后知后觉的转过头 对了 月月 我刚看到谢老师女朋友头像跟你一样 好巧哦 我干笑两声 是吗 哈哈 我没注意 室友对我的无动于衷很失望 又转头拉着别人讨论起来 而我看着讲台上的谢景芝 心跳一点点加快 相同的转运绳 相同的头像 相同的消息 一切的一切都明明白白的说着 谢景芝就是我的网恋对象 可 我又不自觉回想起那几张露骨的腹肌照 在看着面前衣着斯文 谈吐优雅的男人 突然就红了脸 谢景芝他 私下居然是那样的吗 后半场讲座 我已经神又天外 只看着谢景芝的嘴一张一合 满脑子都是那些图片 讲座结束后 谢景芝离开得很匆忙 离开时 我听到前排几个女生的议论 你刚刚听到了吗 谢老师好像是要急着回去找女朋友呢 心好像忽然漏跳了一拍 三 回寝室的路上 我就收到了谢景芝的轰炸 怎么了 乖乖 怎么不回我 我工作结束了 要继续刚刚的话题吗 宝宝在干嘛呢 怎么掉了我就玩消失 刚刚太急 忘记给你50买草莓了 转账 5万点00元 怎么还不理我 我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消息 有些不知所措 感觉 很难把谢景芝的脸 带入到这些话里 同时又觉得有点羞耻 不知如何回复 正犹犹豫豫 收到了隔壁学姐的传话 晚月 徐老师说他电脑又坏了 叫你去看看 徐老师是我的导师 自从我上次顺手 帮他修复了电脑卡顿后 他就总爱使唤 我帮他修电脑 我不敢怠慢 马不停蹄地去了 到办公室后才发现 谢景芝也在这里 他坐在对面的一张办公桌上 安静低头捧着手机 看上去心情不太好 我不敢多看 努力目不斜视地 去帮徐老师修电脑 处理好后 徐老师眼睛笑成一条缝 我就知道小江最会这个了 对了 刚刚谢老师还说 他微信收不到消息了 你也去帮谢老师看看 他指了指谢景芝 我愣了一下 几乎是瞬间意识到 谢景芝的微信 为什么收不到消息 这是可以修的吗 但在徐老师笑眯眯的眼神里 我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 刻意压粗嗓音 谢老师 徐老师说 您微信好像坏掉了 谢景芝显然是出神了 他被我吓了一下 然后立即下意识 侧身和我拉开距离 没有 他私下一项客气疏离 此时却正合我意 刚想转身就跑 谢景芝的视线 却忽然定格在我手上 我手上拿着手机 屏幕亮着 露出一张小狗照片 做的屏保 我瞬间想起来 我曾经给我的网恋对象 发过很多张 我家小狗的照片 并且选出我最喜欢的一张 做了屏保 察觉到谢景芝 越来越灼热的视线 我赶紧将手机揣进兜里 谢老师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谢景芝却忽然开口 等一下 他伸手拦住我去录 我能看看你的手机屏保吗 四 我瞬间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该不会是认出来了吧 下意识挡住 装着手机的口袋 说话也结巴起来 可能不 不太方便 谢景芝微微醋眉 怎么了 我口不择言 因为 因为我的屏保很隐私 谢景芝思索了片刻 脸上露出惬意的表情 道歉 我无意冒犯 只是刚刚看到屏保上的小狗 很像以前救过我的一只 所以非常想确认一下 如不方便 你可以挡住隐私的部位 我被他说得一愣一愣 我家狗什么时候还救过他 但在谢景芝那样 真切希望找到N狗的眼神下 我鬼使神差 拿出手机给他看了 只凑近看了一眼 他眸中神色已然变幻 在看我时 眼神里多了份探究和期待 他轻轻开口 这是你家的小狗吗 我瞬间就把手机给抽了回来 大意了 什么救命N狗啊 他分明就是在试探我 不 当然不是 我疯狂摇头 大脑飞速运转 这是我姐姐家的狗 谢景芝歪头 有些不解 你姐姐 我点头如捣算 手里不动声色 拿出手机登上小号 翻出之前用大号给小号 发各种垃圾信息的聊天记录 对啊 你看 这就是我姐姐当时发给我的图片 我指着当时反复修图时 发给小号做对比的小狗照片 心里无比庆幸自己 有把小号当垃圾桶的习惯 谢景芝凑过来一看 眼睛瞬间亮了 他指了指我的大号筒像 这是你姐姐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连忙又批清关系 呃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特别熟 谢景芝却激动的要跟我握手 同学 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 回头我可能需要你帮些忙 呃 其实我真不想给谢景芝留联系方式 可谢景芝说那话的时候 余光还瞟离眼不远处的徐老师 徐老师手里有我的大号 如果谢景芝去跟别人要我的联系方式 我就直接露线了 所以我当即就用小号加了他的好友 还冲他笑得热情洋溢 当然没问题了 谢老师 转身的一瞬间脸就垮下来了 这都什么事啊 呃 虽然谢景芝作为我的网恋对象 对我几乎百一百顺 可那是因为他喜欢网上的我 如果他知道我现实里是他的学生 他还主动给我发过那种露骨的照片 说过那些肉麻的情话 凭他的性格 一定会羞愤欲死吧 到时候我不仅会被分手 在学校里说不定还会被他穿小鞋 最好的办法 或许只有我先不动声色的跟他分手 虽然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走在路上 我又收到了谢景芝的轰炸 乖乖 我刚刚发现我有个学生是你的妹妹 甚至很巧 他还用你家小狗照片当平保 一定跟你关系很好吧 你不要误会哦 乖乖 我是碰巧看到的 不是故意调查你 为什么还是不理我呀 转账 两万点零零 看着他一条又一条的消息 我心里五味杂陈 心意狠 干脆开启了免打扰模式 回到寝室后 我简单收拾了一番 登上小号 才发现谢景芝也给我的小号发消息 姜婉悦同学 请问你现在能联系上你的姐姐吗 我特地隔了一会儿才回她 不能 哎 谢老师 原以为这样他就能消停点 结果下一秒我直接瞳孔地震 谢景芝决绝地给我的大号发来两条消息 乖乖 你是不是出事了 你等着我 我现在就去报警 六 我虎驱一阵 啥玩意 报警 那我可就真完蛋了 谢景芝这是什么脑回路 我赶紧刷刷打字 哥哥我在 我下午不小心睡着了 谢景芝顿时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吓死我了宝宝 你还没吃饭是吗 快把转账收了去吃饭 景昊摸头 景昊 你今天一直不回我的时候 我感觉心里好慌 乖乖 你不会不要我的吧 看到这句话 我心里顿时涌上一股难言的倾诉 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 谢景芝一直对我体贴周到 而且又肯给我花钱 又肯对我看腹肌 我就这么想着跟她分手 是不是太坏了点 可如果这么继续下去 我又能瞒得住多久 我越想越难过 鼻尖一酸 啪哒就滚落两滴热泪 室友恰好从我身后经过 吓了一跳 月月 你怎么了 我回头看她时 只觉自己眼前有些模糊 室友一把就将我搂在怀里 谁欺负你了 她一副要找人干架的样子 我忍不住抽抽烈烈的开口 小妍 如果你发现你的网恋对象 在现实里是跟你根本不可能的人 你会怎么办啊 她顿时松了一口气 就这点是 大不了就分手呗 一个男人而已 你长这样 还愁找不到对象 她又想到什么似的 话锋一转 不过她有没有给你花过钱啊 我听说现在有的男人 分手之后还要找女方 把花的钱要回来 吓头死了 我愣了一下 谢景芝还真给我花过不少钱 虽然有的我也没收 她就到我的愣神 又赶紧拍拍我的肩膀 嗨 花钱了也不怕 就是 你分手别跟她闹得太僵 气 因为害怕谢景芝报警 我不敢直接跟她断连 想到室友的话 我又不敢跟她太僵 辗转反侧之下 呲牙咧嘴给她回了句 想什么呢 她秒回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今天还想看照片吗 感觉昨晚给你发照片 你很喜欢 我瞬间脸热起来 啊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但现在知道 昨晚看的是谢景芝的身子 感觉更刺激了 但我同时也有些犹豫 不好吧 她回得理所应当 这有什么不好 我喜欢给你看 我还是有些犹豫 不知道现在还该不该看 结果十分钟后 谢景芝 腹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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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露骨的腹肌照 她陆陆续续发来好多张角度各异的 其中有一张 她灰色胃裤的裤子边拉得很低 静瘦的腹肌线条下 人鱼线的轮廓一直往下延伸 看得我眼睛都直了 她很快问 这样可以吗 简直太可以了 可我一想到谢景芝演讲时 衬衫上那永远系得严严实实的扣子 就感觉自己简直是在犯罪 那可是谢景芝啊 我忍痛回复 你别拍了哥哥 我不喜欢这些 她发了一个疑惑的表情 可昨晚你明明很开心 她还截图发来了我昨晚 给她狂发流鼻血表情包的记录 还不停叫嚣 哥哥 裤子再往下一点 我 简直伤风败俗 有违刚长啊 我两眼一闭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变了 哥哥 爸 谢景芝发了个哭哭的表情后 很久没再给我发消息 我在登上小号一看 谢景芝果然来这里了 江婉月同学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问了你姐姐 对他男朋友的看法 你姐姐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 为了将伪装贯彻到底 我装傻 男朋友 他有男朋友吗 谢景芝斩钉截铁 当然 你去问问就知道 我忽然灵机一动 用小号给大号发消息演了一段 AAA 姐 你有男朋友了 婉月 没有 AAA 真的吗 你别骗我哈 婉月 真没有 然后把截图发给谢景芝 强调 他说他没有男朋友 谢景芝急眼了 怎么可能 这真是你姐 他发来我的信息主页 我 对呀 怎么了 谢老师 然后他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不知道在想什么 很久以后 我才在大号收到他的一条消息 乖乖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我瞬间感觉到心里一股顿痛 但很快消失不见 我努力若无其事地打字 有一点 好像是腻了 一年多了 你不腻吗 他回得很快 不 一点都不 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我可以改 乖乖 你说你不会不要我的 我又开始难受了 如果要我这样 再跟他耗一段时间 对我对他都太折磨了 感受着心里的酸涩 我干脆选择了 直接迈出那一步 就算他真找我要钱 我攒攒还他就是了 当断则断 别再拖了 对不起 我们还是分手吧 就 我一狠心拉黑了谢景芝 一瞬间就觉得空落落的 可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样 谢景芝就永远不会知道 他跟自己的学生谈过恋爱 我努力像往常一样生活 可总是在食堂被插队 或是被安排繁杂工作的时候 下意识就想要跟谢景芝抱怨 却发现我早已经拉黑了他 谢景芝曾经试图通过我的小号 帮忙牵线 但我再三表示自己被拒绝后 他也再没联系过我的小号 或许 他已经接受了吧 除了从教学楼墙上贴的 名师风采上看到他 我和他彻底断联 有天 徐老师又叫我去修电脑 我调试时 无意间听到他打电话 一向稳重的徐老师 一下变了脸色 什么 在哪个医院 我现在就过去 我顺口问了句 怎么了 徐老师 谁生病了吗 徐老师火急火燎地收拾东西 谢老师 谢景芝 你应该也认识 哎 不知道他这两天怎么搞的 我瞬间愣在那里 谢景芝 谢景芝进医院了 我不受控制地抓住徐老师的衣袖 神 什么 谢老师 谢老师怎么了 徐老师被我拖如其来的动作 吓了一跳 但还是解释 他前几天就开始吃不下饭 刚刚在家晕倒了 我如遭中击 他吃不下饭 不会是因为我吧 等我在想问些细节时 徐老师已经背着小胯包 匆匆离去了 时 我如坐针毡地 在徐老师办公室待着 等了快两个小时 忍不住给徐老师打了个电话 他过了很久才接 语气中有浓浓的疲惫 小姜 我捧着手机 徐老师 我想问了谢老师怎么样了 察觉到关心得不妥 我赶紧补充 我有个亲戚在医院工作 或许我能帮帮忙呢 徐老师叹了口气 或有些恨铁不成钢 谢谢小姜 不过没事 这个混小子是失恋 把自己搞成低血糖了 加上他本来就有胃病 得住几天院 心中的猜测在此刻得到肯定 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受 只知道积极询问 那我能去看谈谢老师吗 以前我照顾过我妈住院 我很有经验 徐老师想了想 你愿意帮忙也好 刚好我下午还有场讲座 小姜 我就放心你 他是我儿子 也就比你大四五岁 你别把他当老师对待就行 我又是一愣 谢景芝居然是徐老师的儿子 难怪徐老师刚刚那么着急 我第一次拒绝了 室友听讲座的邀请 按照徐老师给的地址 很快赶到了医院 徐老师和我交接之后 就离开了 而我走进病房 就看见谢景芝套在床头 手上插着输液的管子 看上去苍白又脆弱 眼尾还有些红 他寻的动静 转头看了我一眼 又很快转回去 我默默走过去 拿起一个床头柜上放了橘子 给他包 措辞许久 才郑重开口 谢老师 我姐都跟我说了 他说分手只是因为不合适 不是你不好 而且 他很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我将包得干干净净的橘子递给他 他说 他希望你能好好对自己 谢景芝低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橘子 像是一下想到了什么 他思索片刻 从果栏里拿个草莓递给我 你也吃点 我摇摇头拒绝 谢谢 不过我不爱吃草莓 他挣了一秒 宁神抬头看我 你和你姐还挺像的 都不爱吃草莓 而且吃橘子都会包掉橘子丝 这都是我曾跟网恋对象随口提过的个人习惯 他居然都记得 我手抖了一下 是 是吗 谢景芝盯着我的眼睛 这么听 声音也很像 我赶紧又压错了嗓音 没有吧 谢景芝坐直了身子 像是一下有了力气 别压嗓子 我压得更使劲了 我没压 谢景芝深邃的眼神就那么看着我 像要把我整个人冻穿 忽然眉头莫尾地问 你为什么要用你姐家的小狗当平榜 我随口瞎编 因为觉得很可爱 嗯 就用了 十一 我胆战心惊地陪了一会儿谢景芝 他总是会突然问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搞得我精神高度紧张 眼看着他吃了一些粥菜 才放心离开 晚上 回到学校 我接到了徐老师的电话 小老头听起来很开心 小姜呀 你还真是有经验呢 那混小子一直吃不下东西 现在终于有胃口了 他说 他就喜欢你陪着一起吃饭 不然就没胃口 你后面几天 能不能也抽空去看看他 我向来不敢拒绝徐老师的要求 更别提这件事还是因我而起 可是 谢景芝为什么要跟徐老师那样说 他该不会发现什么了吧 我越想越紧张 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只能顶着两个大黑眼圈 去给谢景芝送饭 他一见我就皱起眉 你怎么了 我不明所以 萌萌地抬头 啊 他伸手 微凉的指腹扶上我的黑眼圈 没休息好 我下得赶紧后退一步 跟他拉开距离 挺 挺好的呀 他默默捶眼 一边打开石盒 一边小声问 我还要注意周院 你都会来的吧 我一下子站起来 徐老师不是说三天吗 谢景芝抬眸 敏唇看着我不说话 眼中水光盈盈 我一下就心软了 一 一周就一周 他这才展颜 露出一个难得一见的笑容 我在旁边监督他认真吃饭 他吃着吃着 视线却忽然转到了旁边的床位上 旁边 一对情侣也在吃饭 男生右手打着石膏 坐在病床上 撒娇 我手都受伤了 你不能喂我吗 女生无奈一笑 拿着勺子 一口一口喂给他 谢景芝的眼神 牢牢锁定在女生的手上 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眼中情绪一闪而过 12 隔天我再去的时候 谢景芝的右手就受伤了 原本修长漂亮的手 缠了厚厚的一层纱布 鼓鼓的 看上去有些滑稽 我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谢景芝赶伤地看着自己的手 昨天你走之后 我想给自己削个苹果 结果不小心 我赶紧坐到他床边 那 那你这手还能行动吗 他眼瞼滴滴捶着 像是很不好意思 我试了 不太行 而且医生也让我别用右手 可是我不太会用左手 怎么办 他眼神一直往石河上瞟 越说声音越小 我为难的挠挠头 那 那吃饭难道 难道要我喂你 然后又赶紧自我否定 但是这不 他不等我自我否定结束 已然感激无比地看着我 这也太麻烦你了 真的很谢谢你 你太善良了 婉月同学 嗯 为什么我感觉 他的眼神里好像有一股期待 我僵硬地打开石盒 僵硬地拿起勺子 僵硬地咬了一勺粥 送到谢景之嘴边 他笑意盈盈 眼神专注地看着我 我如坐针毡地躲避他的视线 他吃得一口比一口欢快 几分钟就把一大碗粥吃完了 甚至还意犹未尽 没了吗 我如是重负地摇摇头 没了 十三 第三天 我稍微适应了一点 给谢景之喂粥这个动作 只要我把它当成一颗大白菜 在谢景之能溺死人的眼神中 我坚毅地往他嘴边送了一勺 房门口忽然传来物品掉在地上的声音 寻声看去 病房门口不知何时乌泱泱围了一圈人 有老师 有学生 大都手里带着看望病人的礼品或花束 为首的是我的室友 此刻他正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手里的果蓝已经掉在地上 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 人还维持着 轻身给谢景之味粥的动作 室友先反应过来 迅速带着一帮子人后退 还带上门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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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你们了 真不好意思啊 病房门关上 但显然隔音效果不佳 因为我听到了外面叽叽喳喳的议论 我的天哪 居然有女人能进得了谢老师的身 哎 我角度太偏了 没看清 他们刚刚是亲上了吗 说什么呢 他们只是在吃饭 可是我感觉他俩真的只差一点就要亲上了 而且谢老师眼神都快把那女生给吃了 他俩怎么在病房里谈恋爱 我坐在那里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眼睁睁看着谢景之 由于听到外面的议论 而缓缓勾起了嘴角 脸红得快要爆炸 只能坐立难安地站起来 那个 要不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谢景之却抓住我的手腕 歪头 解释什么 我语无伦次 就 我们 我们不是 他打断我 捕风捉影而已 没必要解释 见我迟迟没应声 他又眨眨眼 还是说你很介意这个 我赶紧摇头 他松了一口气 那就没事 让他们误回去吧 我 啊 谢景之意识到自己话中奇异 又连忙补充 我是说 不用在意 都是误会 十四 误会的下场就是 一回寝世 我就被室友言行考打 月月 你什么时候跟谢老师 幸好我在最前面 他们都没看清你的脸 我连连摇头 我不是 我没有 只是徐老师托我照顾他 他满脸不信 你可得了吧 当时谢老师眼珠子都黏你身上了 你敢说你们没情况 我继续摇头 他更激动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垂涎谢老师的美色吗 从我们学院能排到体育学院 可他只要你进了身 你要是这都不冲 我可看不起你 我冲 冲啥呀冲 平平安安把谢景之从医院送走 对我就是最好的恩赐了 一周后 谢景之终于出院了 我离开的时候 随口问了医生一句谢景之的状况 医生直摇头 我心里一惊 他才解释 三床那个病人 明明人高马大的 输两天夜就好了 他硬说自己很不舒服 死活要住院观察一周 挺帅小伙子 咋喜欢住医院呢 我看着医生边摇头边离去的背影 心里满是问号 谢景之自己要住院 他咋想的 医院住着又不舒服 等等 他该不会是想整我吧 难道是因为被我姐分手 但是我天天给他送饭 也不轻松的 我越想越怀疑 决定以后再也不听谢景之的讲座了 刚下定这个决心没多久 我的小号就收到了谢景之发来的消息 婉月同学来我办公室一趟 15 谢景之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 我和他面面相去 气氛焦灼 他指了指电脑屏幕 率先开口 刚刚收到的 教务处的开课安排 下学期 你们班需要选我的课 我愣了下 他跟我说这个干啥 该不会真的要连座吧 他见我神色紧张 笑了笑 你别紧张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我呆呆地点点头 那 话没说完 他突然叹了口气 说起来 我还真是很想念你姐姐 没有他在 感觉生活都索然无味 我瞬间更紧张了 咦 你这么喜欢他呀 谢景之看着我 很认真的点头 我很喜欢他 你姐姐有可能考虑跟我复合吗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 我手足无措 这个 他肯定有他的想法 他观察着我的表情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姐姐要是因为什么身份关系的差异而分手 他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我瞳孔地震 他这都知道 但我仍努力维持镇定 我不知道哎 我不能干涉他的想法 谢景之没再说什么 合上笔盖 嗯 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把我刚刚的话传达给你姐姐 让我和你姐姐见一面 可以吗 我刚想婉拒 就看到谢景之指着电脑上的开课单 一有所指 你下学期这个课 我也 我瞬间就答应了 开玩笑 谁不知道 谢景之的课难混啊 他对学术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经常必卷考试 他给我看这个 一定就是想威胁我 十六 我当然没法真的和谢景之见面 所幸的是 我真有个姐姐 求了我表姐五个小时 她才答应替我见谢景之一面 见面的地点是谢景之定的 在一家很别致的法餐店 我偷偷躲在不远处 观察他们的动静 我解过去后 谢景之笑着抬眼 然后笑容僵在了脸上 不过也就只是一瞬 他们很快握了个手 就开始热情地攀谈 一个半小时 两个人嘴皮子都没吸过 应该是聊得很开心吧 我在旁边看着 不知不觉 手里的皮质小帽都揉皱了 等结束我解过来拍我后背时 我才恍然回神 她表情很兴奋 你上哪网恋 倒个这么极品的 分啥呀分 我帮你接着谈呗 不过她好像没跟我提什么复合的事情 只是聊了点家常话题 不像是要求复合呀 我愣了一下 你认真的吗 她瞥我一眼 那能有假 说真的 这么帅的我是真喜欢啊 我沉默片刻 虽然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她的 但 那你现在去跟她说 你换个微信号 她答应的飞快 转身就要去追 刚起身就呆住了 谢 谢老师 你怎么还没走 我寻声回头 才发现 谢景芝正站在我们身后不远处 她腻着光 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 语气不急不徐 婉月同学 还想装到什么时候呢 我大惊失色 十七 跟表姐道歉后 我被谢景芝拎到了饭店里一个包间里 我窝在椅子上 像个安蠢 她叫来服务员 随口就爆出了我最喜欢的几道菜 又回头 还想吃什么吗 我连连摇头 她合上菜单 刚刚 我其实一直有用余光看你 我嘴巴抿得更紧了 是吗 我怎么只看到 她跟我姐相聊甚欢 见我一直不说话 歪头凑近了看我 真的不想跟我谈谈 我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帅脸 善善一笑 那个 你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问出来 我就后悔了 如果比今天早 那我之前还眼来眼去 知道了不是很尴尬吗 如果你不想说 也可以 她打断我 我想说 只要是跟你 什么我都想说 她做回忆状 我在医院看到你那些小习惯的时候 就有点怀疑了 然后我问我爸 要你的微信号 她不需要再说 我也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了 她居然从我去医院的时候就知道了 难怪她后面几天 对我莫名亲近 学校里 知道我大号联系方式的人 的确太多了 她只要稍稍一比较 我就知道 根本瞒不了多久 呜呜呜呜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 我拼命跟她去功道歉 急得都快哭了 我一定会保守你的秘密 也绝对不会让你的 你的私密照外泄的 谢景之却稳稳抓着我 不让我再有弯腰的机会 她很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 永远不需要跟我道歉 虽然那些照片 我的私心是指给你看 但如果你实在想分享 也行 还有你说的什么秘密 那天讲座 大家都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我并没有因为只是网恋 就故意隐瞒 我渐渐从她温柔专注的眼神中 抓住了些许令人心安的成分 但仍不放心 那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给我挂科 呜呜呜呜 她无奈佛 谁说我要给你挂科了 我提醒她 那你那天 还说什么我下学期会选你的课 她更无奈了 我只是想说 下学期我们还会经常见面 我以为我说破了那句话 你会考虑挑破身份和我见面 如果你不答应和我见面 我会一直求你 谁知道来的还真是你姐 我待在那里 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继续说 我爸和我说了 医院是你主动去的 照顾我也是你主动提的 我想 这就说明你心里有我 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你的态度转变 是从讲座那天开始的 我只能想到 那天讲座你也在 你发现了和你谈恋爱的是我 所以和我分手的理由 只能是因为我在现实中 不让你满意 可你明明很喜欢我发给你的照片 所以并不是因为我的外表 那么只剩下我的身份 我被她条理清晰的分析 说得一愣一愣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最后一句话 谢景之像是用尽了力气才问出口 婉月你不喜欢试生恋是不是 十八 我几乎是瞬间回答 不是 她有些愕然 那那是什么 我垂眸不去看她的眼睛 我感觉你不会喜欢 而且谢老师 你知道有多少人崇拜你吗 你现在知道 那个账号皮下是我这个普通学生 还喜欢我吗 她几乎是愣住了 某种渐渐涌上的不可置信 你 我黯然 果然被我说中了 谢景之却脱口而出 你觉得你是个普通学生 义工社社长 记点年年学院前三 省学科竞赛两年金奖 我爸最得意的学生 你管这叫普通学生 而且 你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招人吗 我一开始就喜欢的是脱下皮囊的你 不管你穿上皮囊是什么样 我都会喜欢你 至于失声恋 只要对象是你 我高兴都来不及 我脸有些红 张了张嘴 却没发出声音 好半天才说出来句 你 你咋还查我记点 她一下失笑 我没查 是我爸跟我提的 她特别喜欢你 被她这么一说 我突然有了点自信 说话都挺直的腰板 但仍结结巴巴 可你的人设一直是 清冷禁欲 你肯定不想别人知道你跟我 那个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她挑眉 人设 我从没立过人设 只是我的确对一些东西没兴趣 对你却不一样 如果你希望我换个人设 我完全同意 十九 最后的最后 谢景之撇着嘴 让我把她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我刚把她拉出来 就收到了五千的转账 我一愣 你干啥呢 她目光悠悠 这样可以示出来 我有没有被你拉黑 刚分手那几天 我示了好多次 我一时有些不好意思 想转移话题 那你现在还是什么 没想到她赚得比我还快 你说 为你五十买草莓 你会还给我 她指了指聊天记录那句 我亲手发的话 现在可以兑现吗 我修奋无脸 但你赚多了 她理直气壮 现在我要你还我一百倍 轻衣一百个 我 虽然她现在如此 外相 在学校还是没有换人设 她在外依旧是不可谢完的高领之花 原因无她 我觉得她私下那一面 我一个人独享就好 室友也常常追问我和谢景之的进展 我一概坚口不严 只是深夜总是收到她发来的露骨照片 看着看着就红了脸 谢景之还调侃我 我就知道你喜欢 你还骗我说你不喜欢啊 我羞愤不已 你什么意思 她赶紧解释 我的意思是 幸好你喜欢 她好友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给你看 逃你喜欢 我脸更红了 看着她新发来的照片 慌里慌张的舞柱屏幕 生怕别人看到 她这裤子 拉得可真是越来越低了 一直到下学期 如谢景之所言 我们需要选她的一门课 第一节课 她在讲台上自我介绍 满满三页的科研经历 她寥寥带过 说起婚姻状况 却特意补充 我目前未婚 但和女朋友很幸福 她含笑的眼神略过众人 遥遥指向我 我缩在倒数第二排的角落 埋着脑袋不敢看她 室友又开始拽我衣服 月月 你看哪 谢老师笑得好开心啊 以前都说谢老师很严肃 可她好像特别喜欢咱们班 我小心翼翼看过去 正对上她的目光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一到互动环节 她就开始温柔互换 晚月同学 别人都觉得她温柔了很多 我却觉得她像是要索我的命 我这节课站起来的次数 比我上学期一整学期都多 二十 哥哥 你低调点行不 求求了 僻静之处 我拉着谢景之 双手合十 她挑眉 我以为我已经很低调 我瞪大眼睛 你不知道 现在大家都在说 我是你最宠爱的学生吗 她扶了扶金丝眼镜 身以为然 说的没错 你的确是 要死 谁让她这会哄人了 我扯着她领子 说好我毕业之前保密的 结果由于我故作凶狠 用力过猛 她记得严严实实地扣子绷了两颗 她笑盈盈看着我 乖乖 这是干什么 又俯身故意贴着我耳朵 暧昧低语 等晚上 给你看个够 我 谢景之说她努力低调 可每每上课 总爱跟我互动 并且一进教室 就热衷于在众人中搜寻我的位置 大家看得出 她对我格外优渥 因此 期中考试前 同班同学纷纷私信我 求求你了 婉月 你能不能跟谢老师 说别闭卷啊 这才期中呢 闭卷考试不是要我的命吗 我思索片刻 转头就撞进了谢景之怀里 她弯腰看着我 轻笑 你也想闭卷吗 我兴奋点头 想 她朝我直指自己的嘴巴 亲我一口 我点脚凑上去 她却不知焰足 在我双唇即将离开的时候 伸手揽住我的腰 再亲一口 我瞪眼 你 来不及发出更多声音 她已然轻巧地撬开我的牙齿 随着这个稳的加深 慢慢将我放倒在沙发上 我脚尖勾住了她大腿 她就顺势压下来 更为肆意地掠夺我的气息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被亲的双腿都发软 难耐地推着她胸膛 她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我 拿起一旁的手机发通知 期中考试 开卷行事 我在后面默默瞪眼 谁能想到 传闻禁遇的谢景之 根本一点都不禁遇 21 一年后我毕业 和谢景之约会 终于不再避着人 我们在逛街时 手拉着手 谢景之突然感叹 我好幸福 她低头看着我们 十指紧扣的双手 这是不是叫 听到里面的广播音 中秋来临 买点月饼和最重要的人 一起赏最浪漫的月 谢景之停下脚步 仰头看了看天空 那里一轮明月高悬 她看得出神 婉月你知道吗 我一直觉得月亮特别纯净美好 遍地都是月光 可月亮只有一个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还没看清 忽然感觉脸颊被人啄了一下 她俯身在我耳边低语 婉月你就是我的月亮 月光下 十指紧扣的手 更加用力地握住了彼此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